各位網友大家好 很多人都很好奇 三年移民的過程中 究竟我的收入是怎樣得來的 是否只吃老闆 以下我就要揭秘三年內 我四樣主要的收入來源 第一就是YouTube廣告 YouTube廣告其實分兩種 一就是出片 有些觀眾之前要看廣告才可以看片 或者中間突然跳廣告出來 那些YouTube給你看的廣告 那些YouTube都會跟我們對分 但額就少 當我為自己為例 我一個禮拜就會出一條片左右 我計算一條數 平均每條片大約有十萬人看到 其實我的錢就圍在上來 一個月大約是萬多元 鬆一點 但你這樣 我是性格演員 我老婆叫我多拍一集 我都不行 又要有靈感 又要有心情 又要提材 有時有試過一段時間 我試過幾次 一個月是停拍 沒有拍過片 那些時間 那些人就會看回我的舊片 所以 瀏覽量是低 還有廣告的錢當然很少 拉圈 其實真的變得一萬元鬆一點 很好 有時你會看到我的片段 突然有一分鐘說一下別人的產品 例如VPN 那些教育 那些廣告就叫做一些插播廣告 或是熱配 那些收費會高很多 變相 如果我夾夾萬元 除開 加上一萬多元 有時真的會去到幾千元 有時會去到幾萬元 拉圈 其實就去到一萬多元 第二 很多人都會做的 就是定期存款 那我呢 就做這麼多年 賺錢其實我都是給老婆管的 那我老婆是很穩陣的人 所以定期存款是必然的選擇 但是話說 我做生意的人 最討厭做定期存款 你有一些收尊不到 你真的只得一口笑 那幸好我跟老婆有默契 如果我賺完的錢 我就會給她 那我公司有錢自己去營運 那麼多年都是這樣的 就是公司有錢 我老婆有錢 就是我是沒有錢的 就是這樣的狀態 以前 即是她到定期 我就笑鬼她 你放在那裡 傻乎乎 只有那麼多息 那有什麼意思 即是我們移民那段時間 定期存款 就反而是一個意外收穫 即是有些時間 每個月息息都升得很快 那這段時間 即是我老婆就開始囂張了 你看看我 你就以現在為例 你存50萬 有些銀行 給你差不多近近5厘息 50萬5厘 即是每年 你有2萬5元 你存100萬 每年有5萬元利息給你 你除開12個月 每個月有4千多元 只要這4千多元 都夠你買餐菜 所以 吃的問題 定期存款 其實是可以幫我們解決的 這些沒得計劃的 這些 要這樣走就這樣走的 我都不知道那些定期存款 突然會多的 說到定期存款 我有一次跟我老婆逛街 竟然讓我看到的 父同偶現金簿 它寫有10厘息 9.7厘左右 我心想這麼誇張 然後我老婆就說 走進去問一問 我自己走進去問 我聽收了這張傳單 說得好像塵塵了 我現在進去看看 究竟它是堅硬的 我進去看看 Hello 我想問 是不是有這個 富途現金簿 是的 我們有一個叫現金簿 它現在平均回報 4.7厘 加上客戶獎賞5厘 它都不算是9.7厘 差不多很高風險 其實它是一些貨幣基金 它買的產品 跟你買的定期差不多 因為它是一個大型基金 它買到一些 定期存款和國債裡面 它安不安全 其實這些基金 都是SFC營果 那客戶的資產 都通常放在銀行 譬如中康健康這些銀行裡面 就不需要擔心 說拿不上的錢 那有沒有一些暗藏收費呢 富途我們也沒有任何隱藏收費 而富途現金簿的產品 也沒有任何新購和贖費用 它也沒有一個叫做鎖定期 它隨時可以提取資金 比較靈活一點 也都是比較低門難 100元都可以認購 另外1年3至15天 它也會有收益 回報過往一年都是100%淨回報 穩定的回報 風險都比較低 好 先謝謝你 多謝你 現在只需你下載富途牛仔的APP 在右下角按我的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活動中心 再按進去 你會看到兌換中心 進去之後 輸入兌換碼 CP7Q25300 成功之後你就可以獲得300元現金券 我仔細了解過 你存2萬元 它除了4.7以外 還可以有5厘開戶獎賞給你 如果你說這麼棒 我存夠10萬 不好意思 2萬元是它的上限 另外8萬 它只是給你4.7以外 而另外 這是一個貨幣基金 所有東西都是 基金價格可升可跌 我和我老婆 就決定 試一下它2萬元 一年之後 我們每人有2千元 就買一張機票 就回台灣探望朋友 也挺開心 我們不貪 我們只賺一張機票 第三 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 就是做物業投資 其實去台灣之前 我們已經做了一點 物業投資 希望有租金收入 那些收租 就可以蓋到我們去台灣的租金 還可以有閒錢出家吃飯 到最後這個 不是每人都會做 現在也可能很難做 就是那些的代購 和精油生意 我記得第一年是做代購 是非常之辛苦 辛苦是甚麼呢 可能自己不是很熟悉去做 要很多細微的東西 包裝 我試過有朋友訂了幾百代的薯片 有很多商品 很壯觀 但當時我記得我們去超市訂 因為那間的超市 有得賣味道和便宜 我們就找超市去訂 店員訂了幾箱 我沒理由跟朋友解釋 不好意思店員訂少了 他們實在以為我不能做事 我當然不會被人誤會 所以當時我開車 就在新竹的分店裡逐漸逐漸聞 就儲了這麼多 順利就寄回香港 這是我做代購最頻迫的一次 其實不是 代購除了是因為 別人的代購 不只是薯片幾百包 有薯片 然後突然做些蝦條 又做蝦醬 又做些鴨血 一個包裝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貨 我在裡面 你做自己在對抄 那是最傷勞 但因為當時代購有很多人做 做到也很難 我們做代購時 其實差不多是水尾 其實賺錢是難的 那些是辛苦錢 很多人蜂擁去做 因為賺錢不多 然後又不習慣去做 幸好第二年 我們就拿了精油代理 做精油就是天和地的分別 你想想一箱這麼大箱的薯片 一盒這麼小一盒精油 他們竟然 你做的東西少了很多 但你賺錢是多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精油很好 我自己也有用 我現在在香港也有用 訂購的人 網友也會有很多和你的交流 不是只吃薯片 我也是追求健康的人 經常幫人訂薯片 心裡好像有點過意不去 精油不同 我真的幫他訂這件事 我真的為他健康好 心裡其實是開心的 賣精油的過程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過程 又不用這麼複雜 包裝盒小小的 有些人就算他訂十幾二十支 其實盒子也不是很大 所以這個過程真的非常開心 最重要是你找到一餐小小 這就是開心中的開心 雖然我們很努力去做 但我們開支也很大 除了日常開支之外 我們還要照顧香港的父母 因為其實我們移民之前 都有跟父母說明 即使我們移民 其實我都會繼續供養你的 所以生活上你不需要太擔心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很努力 不斷地看看怎樣可以增加收入 務求不用花太多老本 但其實因為整個過程 你都一直在發展當中 開發當中 所以保持著其實都是在洗一些老本 我想洗老本這幾個字 應該是很多香港人 和我老婆都是一個壓力的來源 你會問你沒有壓力嗎 我都有 不過其實可能習慣了 所以其實是沒有什麼感覺 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洗的錢 其實都是在我自己預算之內 所以你都預算了一些錢要洗 即是等於你去旅行 你預算了要洗10、20萬 那你自然就要洗 你不會一邊洗一邊覺得腦痛 因為你已經預算了 所以有時候聽到一些人去旅行回來後 銀行少了錢的 然後又不開心 我覺得很奇怪 你不是預算了嗎 希望我以上的收入來源 都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和一個啟發 好 今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